一粒一休 資方輸 勞方也輸 政府也輸 一粒一休實施以來 勞資雙方遠省再到 已經多次說過當選後 一粒一休一定要休的韓國瑜 晚間在青年座談會上 有了初步明確的規劃 我們希望能夠重新能立一個勞基法 這個法是勞方資方互相有彈性 如果今天勞方的資方 人人手上土著一部 一部法律勞基法 資方不信任勞方 勞方不信任資方 我覺得勞資之間的核心 會受到嚴重的傷害 我們在教師節 這天要恢復放假 這是教育政策組那邊 我們已經覺得要支持一個政策 在一粒修上路後 包括元旦的隔天 青年節 教師節等七天國定假日 改為止紀念不放假 韓國瑜表示將做部分修正 首先就從教師節做起 一旦用性就會發現 每一個老人 即使他講話講得不清楚 行動緩慢 但他的內心世界 都有生命中非常豐富 而且精彩的故事 只是很多年輕朋友 不願意去傾聽而已 在打輕盈共助牌 台灣高齡化日益嚴重 再加上房價過高 年輕人想買房也買不起 而且我也實際在想 政府為什麼 一直不停的燒煤炭 那公投過的 為什麼以和養綠公投 不去執行 除了考慮社會現況 韓國瑜也回應空污問題 有意重啟核四 我是希望 希望跟大家 不管在什麼場合 是乒乓球式的發展 互動性很強 很有共鳴 和年輕人交心 面對面有問必答 韓國瑜傾輕民意 點出台灣一直存在的問題 勢必得好好端出 最好的政策牛肉 記者台北 中文報導